这块料子呢 整个这一面 脱纱现象呢 已经表明已经到冰了这 哦 这块料子啊 这一面已经可以确定它已经到冰了 完的就是它下面变不变种 再加上它里面列的一个分布情况 变种的话肯定是会变一点的 就看变多少 所以啊 师傅非常确定这块料子啊 能飞起来 但是像这表现这么好的料子 他们一买买不到呀 这样的料子就在同堂手里 师傅这夺得去了 等一下他们又会说 你这能缺掌的料子你自己不缺 你是啥子吧 这你就不懂了 师傅好好给你娓娓抱牌 这块料子本身呢 就在四五年前 是师傅跟另外一个人到矿山上去 亲自买的 但是呢 这里边有几道工序 第一道工序呢 它是洗了 洗了以后有表现 叫做什么 洗掌 哎 师傅已经经历到第一道工序了 那么第二道工序呢 开窗之后叫开掌 第三道 切开之后叫切掌 所以剩下的几道工序呢 师傅要留给下一个人 切开以后能给师傅带来惊喜的 师傅啊 现在已经不差钱了 玩的呢 就是一个货的 哎 等你们到了师傅这个境界啊 也就自然明白了 哦 哦